去年张伟平曾经对手下的12位艺人下过一道现拍令 但直到今年5月份周东宇亮相北京电影节 并在近日宣布他入主《红桌的你》担当女一号 据说促成此事背后是周东宇任的干妈杜姐 杜姐何许人员成了大家关注的焦点 他就是公和同桌的你的制片人杜洋 说起杜洋在圈里可是呼风唤雨的角色 能获得他的赏识也难怪周东宇迅速上位 知情人士爆料说周东宇任杜姐当干妈 那是要做杜姐的儿媳妇 这也难怪杜姐如此下大力气捧周东宇 那可是自己未来的儿媳妇